我们新向的许仙还有创作人杰森跟莱瑟与张教授 我们师傅的好几位局长 还有我们徐建筑师 媒体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当初新向的许仙来跟我谈这个project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那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那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们有高雄有没有足够的 这些废弃的回收的东西可以来弄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 这个企业资金的支援 因为我们市府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那他感谢许先生的魅力 也找到了一些这个支持 然后也非常特别在这个过程中 环保局我觉得要非常感谢 如代局长他能够 他刚才说要收集到这么多的 这些废弃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么快的时间 那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个的目的 一方面就是希望刚刚许先生讲的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公共艺术 唤起世人国人对环保的重心 可是事实上这个公共艺术 因为本身他够有足够的吸引力 足够的亮点 也可以引起世界很多人对我们高雄的注意 等于用这样的方式 用艺术来把高雄走进这个国际的舞台上 我觉得这个特别另外重要的价值 我们观光局还有这个公务局各方面都展现了高度的效率 因为当许先生跟我谈这个事情 我们把它找来的时候 我们究竟什么地方可以有 可以放这样一条大金鱼 很快我们就找到适当的地方 然后很快的找到这个资金的support 环保局也全面的配合 那更重要的是 环保局至少也很有意义 就是12月22号的时候又办了一次 进滩的活动把我抓去 跟许先生去海滩这样进滩 那短短的那一两个钟头 在那个资金的海滩 我们也收集到200多公斤 接近300公斤的这个废弃物 当然听说只有40多公斤可以回收 另外200多公斤是没办法回收的 就是没有办法再利用了 所以可以想象我们高雄 这些废弃物的问题 海滩的这些东西 确实是变成我们很大的次贷 那我都了解 我们全台湾一年的这个 这些废弃物要处理 据说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 怎么分化了我们的这个空间 掩埋场都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project 真的能够唤醒我们大家 对于这个环境生态的这个重视 这里面有蓝色的有绿色的 刚好一个是蓝天一个绿地 今天刚好我们这个蓝天都看不到 今天空间好像特别不好 有一点早上是非常不好的 早上是非常不好 我们就希望这个蓝比较多的 我们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蓝天以后能够多一点 这个预计是在1月21号 1月21号可以加在这个爱河上面 然后1月29号是我们的灯会开始 那这个一直会到3月31号 灯会是只有两个礼拜 对不对 所以它会比灯会还长 但是我相信因为这个东西 也会替灯会带来一些新的人潮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涌入高雄 让高雄能够继续借这个 过去这一年我们高雄的观光人口 进来的人能增加了百分之十 整个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 这些大型艺术能够让更多的观光客 更多的外地人能够到高雄来 注意到我们高雄 大家一起让高雄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